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毛泽东重返井冈山 看着眼前旧貌幻新颜的景象 回想起曾经在这里 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岁月 毛泽东感慨万千 并挥笔写下了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在读到这首词后 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 1927年 毛泽东为何要率领部队前往井冈山 他又是怎样获得地方武装的支持 顺利进驻井冈山的呢 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是井冈山的夏平镇 其实离我们平常所熟悉的 四平井冈山合金区域 还有二三十公里 但为什么我们选择在这儿见面呢 因为在这儿呢 应该说所有沿雪井冈山的第一站 打卡地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面这个雕塑 你们觉得它有什么寓意 我觉得它的顶部有点像连绵的山峰 它看起来特别大 特别震撼 对 特别大 特别震撼 那么这面呢 井冈红旗 它很大 19.27米高 19.27 1927年 中国共产党在这儿开创了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走出了井冈山道路 井冈山 位于香港边界 罗霄山脉中段 1927年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片土地上 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 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率领部队 来到这里建立根据地 192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说到这个问题 咱们就得从1927年秋收起义开始聊起了 我给大家看个图 当年关于这个秋收起义 毛泽东写了一首词叫 西江越秋收起义 军教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说的这是一支谁的军队呢 工农革命军 而且第一次高高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子 镰刀斧头旗 镰刀斧头我们都觉得是工农的象征嘛 那设计者何长工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寓意 就是镰刀呢是砍断旧乾坤 斧头是劈开新世界 荒炉一带不停留 是从我们江西 修隋 铜骨 安园 要向萧香直径 从平江和刘阳 要汇工到长沙去 那么这场秋收起义的结果 大家都很清楚 失败了 对 这场秋收起义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 是出师就受挫 五千多人一下就损失了一半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部队不得不临时集结到了文家市 1927年9月19日 起义部队到达刘阳文家市的当晚 毛泽东在里人学校 主持召开了秋收起义 前敌委员会会议 会议上 毛泽东分析了当前敌众我寡的形式 继续攻打长沙 无疑是以卵击石 应该向南转移 寻找新的落脚点 保存革命实力 再途发展 于是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 毛泽东实事求是 审施度是 做出了向罗霄山脉进军的决策 罗霄山脉 地处乡干两省交界 地势险要交通闭塞 正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 而面对连绵数百千米的罗霄山脉 踏上转移路途的工农革命军 该选择在哪里落脚呢 我们现在所到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永兴三湾 是秋秋旗部队啊 倒入捷安的第一个站点 那为什么当时部队要来到三湾啊 当年秋秋旗部队受挫 究竟要去哪里去 他们自己也不大清楚 所以在井冈山历史上 有一个退坪乡在说 这么一个说法 那当时就是部队要退到坪乡去 但是侦察兵发现 坪乡已经国民党集结了 不得已倒到旁边的卢西 卢西 卢西就是卢德明牺牲的地方吧 对 就是这个卢德明是秋秋旗以来 牺牲的第一个高级将领 卢德明生于四川 秋秋旗一总指挥 在率领部队向莲花县方向突围时 为掩护主力撤退而英勇牺牲 卢德明的牺牲让毛泽东痛惜不已 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 他必须率领部队继续前进 尽快找到落脚点 就在这形势危急的紧要关头 受中共江西省委委派的宋任琼 带着一封密信 来到了当时工农革命军所处的莲花县 并将密信交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那这封信里头就写了 宁港有我们的武装有几十条枪 这个江西省委的这封信 为他坚定上井冈山 就是说奠定了这个信心 所以在这呢 我们还有理事上有一句呢 叫莲花决策 咱们现在所在的三湾呢 就是莲花前往井冈山必经之路 1927年9月29日 工农革命军抵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 而就是在这一天 诞生了一项改变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决策 我们前面看到的就是毛泽东当年在三湾的那个旧居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这个协胜河杂货铺 相当于我们平常的生活小超市 那么来了这样以后呢 毛泽东就召开了一个前委扩大会议 在协胜河杂货铺住下后 毛泽东便在不远处的泰和祥杂货铺里 连夜主持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 讨论部队现状及解决办法 并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 那么在如此严峻的战斗形势下 毛泽东为什么要急于召开这个会议呢 事实上我们秋秋期部队受挫以来呢 到了三湾已经不足一千人了 他们想的是去打到大城市长沙的 突然间来到这个山村里头 很多战士就觉得到农村去革命 这就是革命失败了 所以他们思想上就开始动摇了 而且呢这些军官还保持这样的 不变的这种军阀作风 他很难关难与共 所以官兵问题就凸显得特别明显 所以很多战士们就在说 走不走啊 去哪里啊 这都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口头禅了 怎样才能让这支濒临溃散的军队 真正凝聚起战斗力呢 在调查过程中有一个人吸引了毛泽东的目光 他叫何亭颖 他所带领的连队比较稳定 几乎没有逃兵现象 经了解这支连队里很多战士都是党员 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 这使毛泽东深受启发 之后他又先后与几位干部交流了意见 经过缜密思考 毛泽东厘清了部队中 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 于是便有了举世文明的三弯改编 三弯改编究竟改了些什么内容呢 第一个缩编 五千多人共农革命军第一军 第一是三个团 已经不能够再称之为是三个团了 序列已经打乱了 所以要缩编成一个团 第二个呢 支部建在连上 何天英的连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 但事实上我们团一级别就有党组织的 但现在呢 官比兵多 枪比人多 事实上要下层 还有一个呢 支部建在连上 让每一个普通战士都可以看到 我们的先锋模范作用 然后我们党的很多政策 也很快就能让普通战士了解到了 所以党就来到我们的身边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士兵委员会 这个军阀作风 普通战士连西方都合不着 你一个军官还要四菜一汤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特别需要患难与功 所以士兵委员会 他解决的就是官兵关系 遥想九十多年前的那个晚上 书本旅行团不由地对毛泽东 卓越的军事才能敬佩不已 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 毛泽东领导的三王改编中 所蕴含的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 以及人民军队为人民的使命担当 离开毛泽东旧居 行进途中 三棵并排的高大树木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咱们现在到的地方就是风树坪 虽然叫风树坪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棵树 你们认识吗 这棵树跟其他两棵树不一样 对 这两棵是风树 这棵是藏树 这样的大藏树 我们应该说 简安在周边地区古村 随处可见 但是这棵树不一样的是 它见证了当年毛泽东 引兵上井冈之前 三王改编 这样的一个历史场景 1927年10月3日 工农革命军在三湾丰树平集合 毛泽东对刚刚进行了 改编的部队全体指战员 做了动员 并针对存在悲观动摇情绪的少数人 做了鼓舞人心的讲话 毛泽东说 我干革命呢 一不图升官 二不图发财 三不图养家糊口 图的是解放劳苦大众 此行山高水长 任中道远 所以他也说 愿意革命的 那你就往左边站 我们双手欢迎 要想走的 那就往右边站 我们就双手欢送 当然而且还给你们盘缠 近的就三块钱 远的就五块大洋 那三弯改编 确实他应该说系统的解决了几个问题 一 谁来指挥这个军队 如何保持战斗力 所以党指挥枪支部件在脸上 确实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士兵委员会呢 他的一个新型的官兵关系 为我们人民军队的新的征程 那么在这儿呢 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官兵平等 毛泽东领导的三弯改编 是我军的新生 正是从这一刻开始 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 更是让这支军心涣散的队伍脱胎换骨 从此成为完全不同于历史上 任何一支武装部队的新型人民军队 这也让书本旅行团联想到了 毛泽东诗词中所描述的 风雷洞 惊奇奋 世人环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一九二七年秋天 毛泽东率领 焕然一新的工农革命军 离开三弯 迎着耀眼的阳光 向井冈山地区进发 但是想要进驻井冈山 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接下来书本旅行团决定 继续沿着当时工农革命军的足迹 前往井冈山市古城镇 我们现在所到的这个地方 就是古城会议的旧址 原来这儿是一个书院 叫连奎书院 大家可以看 这就是我们一个传统的中式建筑 三进路的一个风格 这是当时周边的几个堡 联合最初是一个乡熟 后来为了扩大这个规模 就乡身们自己捐资筹建起来的 1927年10月3日 工农革命军顺利抵达 井冈山北路的明冈县 当天毛泽东就在连奎书院 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 具体部署工农革命军的下一步行动 这幅油画就是当年古城会议的场景吧 对 这应该就是对那场会议的 一个艺术创作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总结了 秋秋奇异的整个历史经验教训 他说我们这场秋秋奇异 虽然打了几个败仗 但是我们的整个战略是对的 所以我们应该坚定信心继续革命 那么在这儿就需要找到一个落脚点 这就是松任球提到的 由我们武装的地方 对 到处英歌艳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阳界 显处不须看 如今的井冈山 巍峨壮丽 交通便捷 蜿蜒的盘山公路 绕山环岭 高入云端 但九十多年前 这里地处偏僻 交通闭塞 不仅如此 山上还有袁文才和王佐 两支地方武装 王佐在核心区域 瓷瓶 袁文才在井冈山 北路的毛瓶 他们相互配合 遥相呼应 所以如果工农革命军 想要在井冈山 落稳脚跟 急切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如何处理和元王 地方武装的关系 然而就这个问题 工农革命军内部 却出现了分歧 有人提议 他们的武装力量不强 干脆上山打掉他们 但是毛泽东提出了 不同的见解 他的分析是 历史上从来没有 消灭过三代王 是吧 而且呢 这个袁文才 他也是我们的革命统治 虽然他是一个陆林 但他前面参加了革命 而且是一个中共党员 在这儿呢 有经营多年 有自己的基础 所以接下来 毛泽东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应该如何说服 袁文才和我们合作 其实显示了 就是说毛泽东 他综合判断 我们说 他所有的决策 都不是说单向的 而是多元的信息的 一个综合判断理解 所以也体现了 他的事事求是 勇于开拓的 这么一个精神 确定了采取 团结改造的方针后 毛泽东决定 首先与袁文才 见上一面 但选择在哪里会见 毛泽东能否说服 袁文才打开山门 帮助工农革命军 落脚井冈山呢 接下来 书本旅行团来到了 大仓村的林氏祠堂 为什么当年会选择 在林氏祠堂见面呢 我们刚刚去的是古城 那么古城 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大仓 和袁文才 他自己的大本营 毛平到这个地方呢 是一样的距离 他也不清楚 到底工农革命军来了 合作是怎么个意思 怎么个合作法 对吧 所以在这儿呢 他就提前做了埋伏 等他们在这儿 等到工农革命军来的时候呢 毛泽东带的这几个人 一共是一心七人 他们刺手空拳就来了 那袁文才当时 应该感到很羞愧吧 对 那么看到这个诚意 那我们就可以 继续往下聊了 传说他们从上午 十点钟 一直聊到下午五点钟 真的是聊了很久 最后呢 我们知道 袁文才只有六十条枪 那毛泽东就说 我在宋里一排条枪 在袁文才看来 枪就是命啊 毛泽东你愿意 拿命来跟我交朋友 那我也愿意 凭借着真挚的诚意 和过人的胆识 毛泽东将一场鸿门宴 变成了童心宴 大仓会见的第二天 袁文才大方打开山门 欢迎工农革命军 进驻井冈山的毛平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把持着慈平的王左 对工农革命军 会是怎样的态度 他们能否顺利进驻井冈山呢 好壮观啊 是啊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赤平镇 我们眼前就是这个赤平的城区 这个赤平呢 就是当年这个 袁文才的拜把兄弟 王左的地盘 当年在这个袁文才的影响下呢 王左也打开了山门 1927年10月24日 共农革命军 进入了赤平的大井村 那么自此应该说 红旗就插上井冈山了 毛泽东呢 也非常重视啊 这两支陆林武装 对他们进行了 积极的团结改造 这支部队团结改造之后呢 身边成为了 我们共农革命军 第一师的第二团 他们与这个 我们的共农革命军 一起开拓了 查林 宁港 岁川 三个红色政权的建立 就标志着 井冈山各局地 初步形成了 就像我们身后的火炬一样 点燃了星星之火 对 所以这个火炬呢 下面底座是2.7米 就是1927年 这个火炬呢 是34米 标志着那一年 毛泽东是34岁 引兵上井冈 星星之火 从这儿开始燎原 今天 书本旅行团 跟随毛泽东的 水调割头 重上井冈山 了解了 共农革命军 选择井冈山的原因 以及进驻 井冈山一路的艰辛历程 正如毛泽东所坚信的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以敢为天下先的 大无畏创新气概 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 重新聚集革命力量 开辟了一条 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为中国革命 照亮了胜利前进的航程